现在喜欢骑重型机车的人很多 那么这些骑士对待他们的机车 不知道有没有比老婆还要好呢 爱车可以说是到了痴狂境界的许汉强 他高中的时候看到重型机车店在招募员工 当时还不到18岁的许汉强就前往应征 他也因此一头栽进了重车的世界 就因为太喜欢重型机车 许汉强还要求车店老板希望他能够住在店里头 这样子才能够跟车子一起生活 许汉强曾经在新竹科学园区当过技术员 后来实在很难忘重型机车 于是他决定要辞职自己创业 目前他在新竹做的是重型机车的美容相当出名 因为他只有一个坚持 就是他经手过的车子都要保持在最佳状态 高中的时候是很想要一台车 那时候就是努力存钱 买一台人生第一台 后来我觉得已经拥有过了 他是许汉强 七年级生 年纪还不到30岁 不过他现在已经是新竹地区 重车美容的第一把交椅 这车子 我不喜欢这样长长的 尤其是小细节的地方 外行人看来在简单不过的洗车工作 许汉强说来头头是道 而且有他自己的一套哲学 SOP哪些地方是一定会长的地方 就一定要去清亮 我洗车我是尽量在白天洗 因为晚上就算打灯 可是有时候会有折射的关系 那水一喷下去车子看起来都黑黑亮亮 其实脆肝其实基本上都还是长的 青少年阶段就对重型机车情有独钟的徐汉强 学生时代的第一个工作 让他和重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兴致勃勃跑去跟他应征 那时候店里面的车就是租出去 然后骑回来都要我保养 每一台车都要骑得很干净 那时候才开始变成会有直言病 因为他也喜欢这份工作 高中时期的徐汉强 每天上学的动力就是为了等着放学去工作 那时候直接很想跟他讲说 我可不可以睡店里 我只是想要睡在地盘上面 看着那些车子这样一排这样 那时候就很喜欢 早上一起来 眼睛一睁开就是开心 因为我也不爱 我只喜欢车子 下班就很开心 就是去店里面帮忙 因为细心客户每一台车 他仔细上网找资料 第一台车来 洗之前要先看看车子 这个地方会不会脏 那个地方哪边会脏 基本上之后这台车 以后骑出去脏 基本上会很好洗 因为我都知道它的构造是怎样的 对于不熟悉的车骑 也会利用空档做笔记 找出把车彻底洗净的诀窍 每一台车每一台车的构造都不一样 所以它的细节各方面 每一台车都不一样 所以要注重人眼镜看的地方要更多 其实高中DF完毕一之后 徐漢强曾经在行逐科学园区工作三年 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很难忘形重型机车 于是他辞职为梦想起飞做准备 车子一卖掉 园区工作也迟掉 那时候就在 就开始想说专心去做美容这一块 可是那时候也没有店面 一开始徐漢强以注点方式洗车 久了之后他想自己开店 虽然还不到三十岁 做事态度却非常沉稳老练 你有那个勇气 那个冲进没有错 可是你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也就是说你要对这个行业非常的熟悉 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才敢去踏入这个地方 现在是一个使命 我如果不帮客人摸这些车子 他们要怎么去哪里洗车 洗车必备的工具 每一种看似平常的操作方式 都有达人的用心在 这个就是我们的皮革油 这怎么看起来都像化妆品的罐子 对 因为我比较要求说 不要像一般那样脏心心 所以稍微弄得稍微精致一点点 我自己去找厂商把它包装起来 处理西方的灰尘 他有特殊装备 这好像是那个女孩子的那个 腮红刷 没错 没错 牙刷 腮红刷 大毛刷 都有可能派上用场 要刷小细节的地方 当然这些都要 和一般印象中 七年级生最大的不同 徐汉强很早就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么 走在对的路一直坚持到今天 轮框如果没有干净的话 我就觉得不优 我只要洗一次 基本上车子的引擎室 或是轮胎里面的内装 就会很了解 这台车的好优 不管它的用料材质各方面 它的好坏 其实都可以摸得很清楚 如今在新竹地区 徐汉强的名气很响亮 把客户交代的车保持到最佳状态 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就像他会住一些门框 脚条一些小红红的地方 他都是非常细心的态度 像照顾自己的车子的方式 来帮我们处理我们的车 不论是大车小车 对于小心节的重视 徐汉强说 这就是事业成功的秘诀 内装的烤漆 好不好 引擎各方面 还有它的动力输出各方面 那当然 虽然说不可能开出去 不过坐上去 那个感觉就是很爽 看似在简单不过的工作 其实里头才真正是大学问 摸摸这样一层灰吗 对 我们学问前怎么处理 一般来说都是 这么厚的灰层 基本上不建议用擦的 就是直接洗 比较不会去伤到侧气 避免进水的方法很多 真正做到完美状态 只有认真和用心才能达成 每一台车脏的地方 其实都差不多 每一台车里面 轮口那个地方 其实设计也都不同 所以通常有时候车子很脏 洗完一次 可能又要再砍一次 高中时期 梦想自己要拥有一台重心机车 几年后 许刊强也美梦成真 如今他却用更实际的方法 按心爱的接车跑车 拥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但一开始 家人其实并不太赞成 他放弃稳定的工作 他觉得连区稳定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 当然现在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可能都是稳定 那可是我想要充弹看 把车子毅然却然卖掉 你有那个勇气 那个冲进没有错 可是你一定要始终把握 也就是说你要对这个行业 非常的熟悉 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才敢去踏入这个地方 年纪轻轻当老板 这位七年级生的成功哲学 很简单 并不是很死的工作 所以每一台车逛不一样 你面对的东西 当然不一样 那当然想尽办法 让客人满意 那就是当看到客人 开心的轿车 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徐翰强用自己的实力证明 结合进去年轻创业 加上用心努力 也有所坚持 那么成功绝对不是梦